阿哈的秘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表妹 我看到有人在评论区 让我揭秘男主家的阿哈的秘密 所以呢表妹就马不停蹄的 来给大家更新视频啦 今天的主题就是揭秘男主家的狗狗 阿哈的秘密 众所周知阿哈在很久之前就更新了 相信的玩家都知道 他一直住在男主的家里面 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这个阿哈他的状态怎么样 刚走进门 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只狗狗 它仿佛不会长大一样 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而且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们现在靠近它 它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冲我摇了摇尾巴 这是在向我示好的意识 我们调一下角度 让大家近距离地观察一下狗狗 可以看到阿哈的正面呆呆的 鼻子小小的 眼睛是蓝色的 耳朵呢也在不停地晃动 不过我们一调进角度 它的尾巴就夹起来了 相信养过宠物的小可爱都应该知道 狗狗只要夹起尾巴 这说明它很害怕 它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男主应该不会伤害狗狗的呀 这一点就非常的奇怪 我们看一下阿哈的周围 包括男主家的整个房间里面 都没有任何动物能吃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个狗狗的状态如何 天呐 阿哈的饥饿感竟然是94 所以说这个阿哈现在肯定非常的饿 但是它的生命值很强 我们现在抱起狗狗 看看它什么反应 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它正在挣扎 不喜欢我抱它 脑袋呢也一直晃来晃去的 表妹没有养过狗狗 不知道这是什么反应 你们养过宠物的小可爱 知道这是什么反应吗 接下来呢 请听表妹的个人猜测 以前呢 男主的爸妈在家的时候 养了三只猫咪和一只狗 在日本 狗的地位并不高 所以男主的爸妈并不喜欢阿哈 经常呢 饿着阿哈 不给它好吃的 墙壁上面有三只可爱的猫咪 这就是以前男主爸妈养的猫咪 男主的爸妈外出工作 就把这个猫咪给带走了 就把不喜欢的阿哈 留给了男主 说到这里 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 阿哈的处境了 我们现在出去 把男主给叫过来 看一下阿哈 对男主的反应如何 然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见到自己的主人 连尾巴都不咬一下 阿哈呢 只是默默的 看着这些画像 说来说男主 平时肯定也没有怎么喂过阿哈 如果你下一次玩笑 一定要过来喂一喂他 真的是太可怜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是表妹 下期再见 拜拜